就在近日流量小生一阳千玺和金马顶后周冬雨的荧幕新作即将上线 消息刚传出就备受观众们的热议 由曾国祥导演的七月男生原班人马打造的电影 《少年的你观众们》 可以说是期待满满 不光是因为制作团队的精良 更是因为两位演员的参演 这对CP将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据说《少年的你》是一阳千玺第一部担任主演的电影 并且一阳千玺将要献出自己的荧幕初吻 网友们直呼 冬雨姐姐又成功拿下一名小鲜肉王 据粉丝透露 一阳千玺正在和周冬雨拍吻戏 果然千玺弟弟真的要献出荧幕初吻了 对于这件事 千玺还在平台发文表示 别跟现场 别偷拍 麻烦 看来这件事真的是在真实不过了 而且这次现吻 一阳千玺并没有用替身 更没有戒位 而是真的亲吻 画面究竟如何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要在电影上映之后才能知道了 除了荧幕初吻之外 有看过原主的粉丝透露 原主中一共有八次吻戏 一次床戏 不知道电影中能够还原多少了 要说一阳千玺的演员修雅 算是真的做到位了 不像别的小鲜肉一样那么娇气 名气虽大却没有偶像包袱 这样谦虚的千玺弟弟 真是让人喜爱呢 除了千玺弟弟之外 周冬雨的出演也是让这部电影紧上天花了 和小鲜肉一阳千玺的新合作 不少粉丝都夸赞周冬雨是十足的男神收割机啊 翻看他过往的作品 和他搭档的可都是娱乐圈数一数二的优质男性呢 当初他凭借一部山楂树之恋一炮而哄 和男主角窝晓一起演绎了一段充满遗憾的爱恋 窝晓虽然不是很出名 但是一定算得上优质的男明星是一了 在《喜欢你》里 他还有性和演绎经历十分丰富的大叔 金城武一起演CP 在《春风诗》里不如你 李他搭档的张艺山